财政部部长林冠英透露 西蒙政府成功将一马公司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债务 从2.8%降低到2.2% 并从全球回收了超过9亿令吉的资产 另一方面林冠英指出 我国去年的直接债务占GDP的51.2% 虽然是高过2017年 但是这是因为西蒙政府拒绝采用表外融资 来掩盖可疑债务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今天发文告指出 西蒙政府成功将一马公司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债务降低0.6% 也就是从2.8%减到2.2% 文告也提到 政府正在努力从全球回收一马公司 舞弊案的资产 目前已经成功收回9亿2510万令吉 这还不包括售卖平静号超级油井 所得的5亿2300万令吉 这些资产将全数用来 偿还一马公司的债务 另一方面 林冠英指出 在2017年 我国的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.3% 而2018年 总债务减到了75.4%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降低了3.9% 但是 由于西蒙政府拒绝向前朝政府操弄账外财政 利用表外融资来掩盖可疑债务 因此政府的直接债务从201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50.1% 增加到2018年的51.2% 涨幅是1.1% 所谓的表外融资就是不需要列入资产负债表的融资方式 文告指出 西蒙政府上台后 详细审核了政府的财政状况 在2017年底 政府的债务和负资产累计了1兆870亿令吉 这是因为前朝政府将帐外的财政项目埋在地毯下 包括383亿令吉的一码公司债务 还有一笔以公司营伙伴计划的名目 蒙混过去的2601亿令吉 NTV7综合报道